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变庄子刺虎 从前,变庄子外出看到一大一小两只老虎,附近还有一头牛,变庄子不知该去杀哪个了。 旅馆里的一个孩子劝阻他说,现在两只老虎正要去吃那头牛,你不必先下手,当他们吃得很香的时候,就要抢起来的。 一抢必定厮杀,争斗的结果必然是大虎受伤,小虎死亡,到那时,你再朝着受伤的老虎刺去,一下子就可以得到杀死两只老虎的美名。 变庄子认为小孩子讲得对,于是静坐等待,过了片刻,两只老虎果然为争吃那头牛而斗起来了,结果大虎受了伤,小虎中阴力气不足被大虎咬死了。 变庄子举枪朝那只受伤的大猛虎刺过去,一下子杀死了两只老虎。 面对强大的对手,我们不可贸然进攻,要看到敌人内部的矛盾,在他们你争我多,两败俱伤的时候,再去收拾他们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级谋。